男人敲完人生的最后一颗钉子 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而手中剩下的那颗钉子沿着防眼滚落 正好掉进工具箱中 就像他的人生一样 没有留下一点烂摊子 一来是小镇上最受主妇们欢迎的男人 此刻 几个女人一边打牌 一边商量如何置办他的葬礼 但只有家部一声不吭 因为他想起了刚搬到这里时的情景 那时的丈夫一直忙于工作 每次都用昂贵的礼物来打扮他 善良的修理工看出女人的孤单 于是好心介绍他加入其他主妇们的拍局 然而 家部的第一次亮相就让众人印象深刻 打牌的过程中 他说的每句话都在彰显自己的优越感 不是炫耀他做超模式有多风光 就是嫌弃住在这里的人有多无聊 对此 其他几位主妇只能礼貌地沉默不语 不过他们把各自的真实想法告诉了修理工 一来告诉女人 如果不想在这所大房子里无聊到发毛 就要放下姿态去真心地结交一些朋友 几天之后 家部敲响了邻居的家门 不过 这次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只有真情实义的道歉 思绪回到现实 作为对依赖的回报 家部坚持要承担葬礼上所有花圈的费用 这是他唯一能为对方做的事情 至于葬礼后聚会上的食物 自然落在最会做饭的布里身上 有人建议菜谱可以参考他的烹饪书 于是家部从桌角拿出朋友送给他的那本 布里看着封面上的自己 思绪回到了前夫还活着的时候 为了做出更美味的食物 他想要换一个新的烤物 可雷克斯却责怪他不能体会赚钱的辛苦 第二天 女人就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点子 那就是写一本自己的烹饪书 但遗憾的是 这个想法遭到了雷克斯的无情嘲笑 既然丈夫不同意 而且已经答应为他买一个新烤物 那么也许自己应该放弃这个荒诞的想法 毕竟成为一个优秀的家庭主妇 才是女人该做的事情 至于那些整理一半的书稿也没什么用了 多年以后 雷克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葬礼过后 布里一人坐在厨房里发呆 此时 依赖走了进来 在得知女人对以后的生活感到迷茫时 他拿出了当年被扔掉的那份书稿 还夸赞上面的食谱有多棒 尽管布里当时并没有心思写书 但这个失而复得的东西 却成就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 傍晚 几个人为明天的葬礼做准备一直忙到很晚 就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来找妈妈辅导功课 可勒奈特还没忙完 便让女儿自行学习 在那一刻 勒奈特想到了最初怀上这个女儿时的情景 那时的他已经生了三个儿子 可却发现自己又中奖了 他不想因此丢了现在的工作 所以在即将生产的最后一刻 他仍在处理工作的事情 更离谱的是 孩子刚出生不到一个月 他就再次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以至于把小婴儿 望在三十多度高温的车里都毫无所知 直到好心的修理工把女儿抱到他面前 他才意识到自己差点酿成大错 无论如何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勒奈特放下手中的一切 去陪伴心爱的女儿 此时 厨房里只剩下苏珊一人 他为自己倒上一杯酒 回忆起了在依赖见证下的三段感情 当得知卡尔背叛自己后 他扔掉了对方所有的东西 还让修理工来换掉家里的门锁 可从依赖的口中 他竟得知丈夫在外面的女人远不止一个 于是更加愤怒 几年之后 在和第二任丈夫离婚后 他又请依赖来换锁 这次他哭得异常伤心 麦克是他一生所爱 两人分开完全是迫不得已 依赖不忍看苏珊如此伤心 于是在旁边坐下来陪他一起难过 此刻不需要过多的言语 有人陪着就挺好 几天前 苏珊再次和男友分手 但这次他没有哭也没有闹 只是淡定地请依赖换了门锁 然后顺便请对方帮忙修一下屋顶 在得知今天是男人最后一次工作时 便想去买一瓶好酒为对方送行 然而等他买完酒回来 竟发现对方在他家的屋顶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小镇上所有人都出席了依赖的葬礼 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个难得的好人 然而没有人知道 依赖刚来这条街上时有多落魄 一双鹿脚趾的鞋子让爱丽丝看出了他的酒魄 于是 善良的女人改口说自己家里有一个碎掉的花瓶需要补 而且还要把他介绍给邻居们 几年之后 男人的手艺已经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这天他来给爱丽丝送修好的手表 但在离开前 对方竟要把当年被修好的那个花瓶送给他 依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第二天 所有人聚集在街道上 看着对面那个在自己家里自杀的女人 而依赖也在不远的地方默默看着 之后他在车里坐了一个小时 为自己没能挽救爱丽丝的生命深深自责 同时悄悄对上帝发誓 他一定要竭尽所能帮助身边的人 终其一生 而事实上 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奥森原本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 但自从失去牙医的工作 转而成为妻子的雇员后 就感觉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大不如前 这天 夫妻俩参观儿子和女婿的新家 屋里的家具布置得很有品味 尤其是那个装沙拉的水晶碗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还有贵族才喝得起的96年拉图葡萄酒 据女婿说他们买了整整一箱 要知道以安德鲁现在的工资水平 根本消费不起这些东西 接着从女婿口中 奥森得知妻子竟然瞒着他给妻子涨了工资 至于到底涨了多少 女人却一直避而不谈 这让男人更加好奇 于是私下里向妻子的理财师打听 但要知道账户的支出明细 必须提供正确的密码 对方提醒她是客户小时候养的宠物名字 可惜的是 奥森胡周了好几个都不对 为了从妻子口中套出密码 他故意说刚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网站 布里根本不想参与这个幼稚的游戏 但又耐不住男人的软磨硬泡 最终还是说出了小时候养过的一只宠物名字 在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东西后 奥森就开心地离开了 然而查到的结果却让他极为不满 要知道自己的学历是所有人中最高的 而且曾经是一名牙医 现在已经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 而是他的价值竟还不如一个大学没毕业的毛头小子 这实在太侮辱人了 可布里觉得安德鲁是公司的顶梁柱 而且又是元老级别的 理应拿到和他能力相当的工资 第二天 当奥森在厨房见到安德鲁的时候 先是夸赞他的细心和负责 但等男孩一离开 他就不受控制地把对方心爱的银笔装入自己的口袋 从那次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只要有人让他感到不适 他就会不自觉地带走那人的一样东西 可不巧的是 连续两次作案都被妻子发现 布里对丈夫的行为很不解 忍不住以命令的口气禁止他在那样做 但对奥森来说 他在失去牙医身份的同时 也失去了人们的尊重 他要惩罚那些侮辱他的人 看着生气离开的妻子 男人的目光瞥向对方刚刚摘下的那副耳坠 这天 布里回家时看到两个闺蜜正在路边聊八卦 疑问之下才知道苏珊家里丢了一个水果盘 明明昨晚大家聚餐时还在等 当时奥森还夸那个盘子很漂亮 家布怀疑是自己爱吃糖果的女儿偷走的 因为小姑娘今天早上刚去过苏珊家里 之后就发现那个果盘不见了 然而只有布里最清楚谁才是那个小偷 于是打电话取消了当天所有的行程安排 接下来他必须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因此当奥森回家时 看到的是一桌子他从别处顺走的小玩意 以及正经危坐的妻子 女人是去邻居家借消炎药 但实际上却趁着男人去取药的时候 快速把一个小盐罐放在桌子上 接着他又去第二家借螺丝刀 同时留下一个水晶球 然后去第三家借大料 并顺便回赠对方一个糖果盘 事情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但轮到第四家时却发生了变故 眼看去取鸡蛋的邻居又折返回来 女人赶紧把东西放在身边的桌子上 本想着自己速度够快对方发现不了 却不曾想 家部不仅看到了那个陶瓷娃娃 还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原来是要归还的东西太多 女人搞混了 幸运的是 朋友以为是女儿偷的 没有对他产生一丝怀疑 然而 布里刚走出门外 就发现丈夫鬼鬼祟祟的从另一个邻居家里出来 他立即意识到对方一定又去偷东西了 于是直接追了上去 他原本以为悄悄把东西还回去就万事大吉了 却怎么也没想到丈夫仍然死心不改 既然如此 只能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了 可如果有外人在场的话就会发现 当时女人的气场高达2米8 而男人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 想解释却没机会 由于第一次心理治疗没什么效果 第二次的时候女人表现得更加生气 甚至连医生都插不上嘴 奥森看妻子这么强势 终于开口说出自己偷东西的真实原因 布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于是当即打发走医生要和丈夫好好谈谈 他一直以为男人很支持他的事业 而且他还好心给了对方一份工作 可对奥森来说 他想成为的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雇员 这一年以来 妻子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经营上 他也想过做一个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但发现自己实在做不到 在了解了丈夫的真实想法后 布里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就是卖掉公司 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他的婚姻 可这样的牺牲真的值得吗 看着那些曾经获得的荣誉 心中有一万个舍不得 与妻子的落寞相比 奥森表现得非常开心 恨不得立刻让双方把合同签了 对于母亲的这个决定 安德鲁表示不能理解 如果继父觉得不开心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去调解 为什么一定要牺牲掉如日中天的公司呢 但布里觉得自己是个传统的女人 他写的那本书的主旨 就是弘扬传统理念 所以更应该以身作则 以家庭为重 对于这个问题 布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但等丈夫回来后 他便提出想要一年的过渡期 慢慢放弃公司 但奥森早就迫不及待了 怎么可能会同意 那一刻女人觉得 男人可能也没那么爱自己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傻傻地 为对方牺牲一切呢 奥森不明白 妻子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他说如果不卖掉公司 自己可能还会取透东西 但布里已经不在乎了 从这一刻起 两人的婚姻也开始一点点的瓦解 当天晚上 男人赌气要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即便妻子亲自去请 他也铁了心地不回卧室 布里无奈只能独自回房 谁知女人前脚刚离开 后脚男人就从沙发上坐起 他来到门外 幻笑着看向一户关灯的人家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奥森被老太太袭击后顾不上疼痛 立刻夺门而出 但在走到路中间的时候 一辆小汽车朝着他急驰而来 司机被路上突然出现的男人吓了一跳 急忙猛打方向盘 却不想车子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 紧接着一段电缆被吹断后锤了下来 车子停下后 女人准备下车查看情况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人见状连忙溜走 与此同时 所有的邻居都听到了那声巨响 他们立刻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冲向事发地点 有那么一分钟 所有人都弄在原地 似乎是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直到一个女人发出惊呼 大家才开始行动起来 在急救车到来之前 伊迪似乎听到死对头趴在耳边安慰她 果然天敌就是不一样 两秒钟后 在所有邻居的注视下 她咽下了此声最后一口气 两天之后 应伊迪丈夫的请求 几位邻居带着骨灰赶往百公里外的一所大学 他们要把这个消息通知死者的儿子 四个小时的车程着实让人感到无聊 于是众人开始回忆关于伊迪的往事 大家都知道她和苏珊一直是死对头 但两个人本来是有机会成为朋友的 初次见面 苏珊正把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甜甜圈放进嘴里 那是她刚才不小心掉进去的 可正在跑步的伊迪却以为她是一个流浪汉 当即就要给钱让她买些干净的食物 误会解除后 两人一起进屋喝咖啡 她们并不喜欢运动 跑了一个星期后就坚持不下去了 可在发现对方时常勾搭已婚的男人后 她就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这段友谊 本以为两人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可有一天伊迪却主动登门 她的本意是不想朋友被蒙在鼓里 谁知苏珊一点都不领情 还说对方故意破坏她的婚姻 然而三周之后 她就在丈夫的车里发现了其他女人的内衣 此刻轮到勒奈特报骨灰坛了 她一边直接打开坛子观察 一边想起了自己的癌症的那段时间 几乎每个邻居都非常友好 心甘情愿为她做各种事情 而她也享受得心安理得 像极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 而唯一和众人不同的是伊迪 她竟然把本应去医院接受化疗的病人 带到了一间热闹的台球厅 甚至还为她点了一杯烈酒 勒奈特觉得这一切太荒谬了 要知道她可是一个得了大病的人 但那又如何呢 世界上不幸的人那么多 难道都要像她一样自怨自艾吗 最终 勒奈特凭借强大的毅力战胜了病魔 就在这时 车子一阵摇晃 轮胎似乎爆了 所有人都看向后排的老太太 因为她是唯一一个会换胎的人 在修车的间隙 布里发现停车的地方非常熟悉 伊迪被他们从小镇驱逐后就住在附近 那时丈夫正在坐牢 她第一次去监狱探望时 就对里面简陋的环境感到极为不适 可监狱不是宾馆 不可能提供舒适的单间 她本打算这次就算了 等下次准备好了再来 然而在离开前 她却得知丈夫今天还有一个访客 而且还是个女的 在花了一点小钱后 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女人 事实上 伊迪并没有耍任何的阴谋诡计 只是单纯地觉得那个男人很可怜 为了妻子主动坐牢 到头来对方却连看都不愿看一眼 在那之后 布里终于鼓足勇气去探望丈夫 同时开始反思当年坚持让男人去自首是否正确 车子终于修好了 众人再次出发 家布想起了自己刚离婚的那个晚上 她和伊迪都自称是小镇最美的女人 如果他们一起去酒吧一定所向无敌 果然 两人刚到就有帅哥送上饮料 只是一山不容二虎 当两个漂亮的女人处在同一个空间时 免不了要展开一番竞争 两人各显神通 都收集到不少的调酒棒 不过最终还是年轻的家布更胜一筹 之后伊迪就先行离开了 等家布到家时 发现朋友正一个人坐在秋千上伤感 伊迪觉得自己活不顾五十 时间就像一个小偷 不经意间就偷走了女人年轻的容颜 即使再多的化妆品也无法挽回 此时几人终于到达目的地 他们见到了伊迪的儿子 可男孩在听说母亲去世的消息时 竟没有一丝悲伤 也是 对于早早就抛弃自己的女人 能有什么情感呢 可就在她要离开时 却被凯伦拉住了胳膊 在儿子忌日的那天 老太太独自一人在家喝闷酒 后来伊迪来了 她说自己很清楚老人的感受 因为她也失去过 没有哪个母亲是不爱孩子的 她之所以放弃抚养权 是因为太清楚自己的德行 只有让孩子远离她 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男孩听完似乎有些动容 但还是离开了 可众人刚走到门外 她又追了上来 也许心中对母亲的怨念终究是消散了吧 这时家步突然想起他们这次来的目的 于是赶紧从车里取出骨灰坛 男孩抚摸着母亲 最终决定把处置权交给眼前 这几位看似友好的邻居 那天他们到家时已是半夜 所有人都又累又困 因此决定明天再商量 如何处置骨灰的问题 当晚凯伦抱着伊迪 一边喝酒一边发愁 就在这时 一阵风把门吹开 凯伦走到门口 看着外面安静的街道 瞬间就明白了 第二天 几个人聚在一起开始分骨灰 他们要让伊迪安息在这片美丽的街区 但在正式开始前 每个人都要说一句对死者的评价 说完后几人分散开来 把骨灰撒在紫藤郡的各个角落 接着一阵风吹来 把剩下的吹到空中 只要好好活过 死病不难 异类又怎样 不被理解又怎样 生命是有限的 没有遗憾地过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一个男人偷偷爬进一户人家 进屋的动静惊醒了刚刚睡下的老太太 瑞斯没有丝毫害怕 拿着一个棒球棍就来到客厅 在看到有人要偷他的东西后 一棒子就敲了上去 等把那人赶出去后 他站在窗口准备报警 但就在抬头的瞬间 竟在窗外看到了可怕的 老太太被吓坏了 当即就晕了过去 等她从医院醒来时 就对身边的人说自己看到了死神 对方戴着面具要偷他的百件 但被他一棒子打走了 死神看带不走他 于是带走了另一个女人的性命 凯瑟琳只认为是对方老糊涂 但他不知道的是 老人口中的死神 此刻就躺在对面的病床上 奥森说自己头上的伤势 晚上出去散步时不小心磕到的 布里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却也没有怀疑什么 只是他现在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丈夫 要知道男人之前 养成了偷窃的习惯 虽说偷的东西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 但数量之多 还是让女人感到震惊 后来才知道 是因为妻子只顾忙工作 忽略了她的感受 男人才故意偷东西来惩罚对方 在得知这一切的真实原因后 布里本打算卖掉公司 全心全意照顾家庭 可最后一刻还是犹豫了 毕竟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不容易 男人看到妻子反悔后很不满 当晚就赌气睡在了沙发上 谁知第二天他竟住进了医院 奥森说自己不想再纠结下去了 同时向妻子保证再也不会偷东西 更不会撒谎 只求两人能好好过日子 看丈夫如此诚恳 布里决定再给对方一次机会 不过 有一个人却提醒他要小心一点 可现在那个男人又突然说 要坦然接受这一切 这不得不让人有所怀疑 当时布里并没有把儿子的话放在心上 还是要去医院把丈夫接回来 在出院前 医生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他说男人头上的伤不像是磕到的 倒更像是打架时 被棍棒类的东西击打所致 但在女人的印象里 丈夫从来不会打架 顶多也就大吼大叫 在去前台办理出院手续时 布里遇到了一位朋友 凯瑟临时来看望那位被死神吓到的邻居的 由于老太太一直胡言乱语 医院已经决定把她送进养老院 由专人照顾 听到这里 女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等再次看到丈夫时 眼神中明显有了不一样的东西 当晚到家后 女人再次试探性地询问 丈夫头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一脸平静却又满口谎言的男人 她直接出门去了儿子家里 第二天 布里就去见了安德鲁安排的离婚律师 他原本想好心给丈夫留一点东西 但律师却说对方根本不需要他的好心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 只要两人离婚 男人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分走他一半的财产 这是布里无法接受的 那可是他自己辛苦做起来的事业 丈夫只是公司的一名雇员而已 如此看来 这名有职业操守的律师并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苏珊的前夫是一名离婚律师 虽说人品不咋地 但对如何钻空子帮当事人分到更多的财产 他要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第二天 布里就来到了卡尔的律师事务所 医疗之下果然发现对方是个没品没得的高手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卡尔提出了一些建议 比如伪造账目或者做秘账 布里都表示没问题 可男人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 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对于抢劫自己家这件事 布里觉得有些过分 虽说他现在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光彩 但也不能毫无底线地做任何事 经验丰富的卡尔早就料到女人会有这种反应 他不慌不忙地让对方冷静下来 然后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个画面 女人闭着眼睛想象着 等睁开眼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了 第二天晚上 陈奥森去参加晚宴的时候 两人一身黑衣开始动手 完事后 布里立刻赶去宴会现场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之后再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中 看着一片狼藉的客厅 女人假装惊讶 为了在离婚前把财产转移出去 两人合谋盗窃了他自己的家 同时把偷出来的东西都存在了一个仓库里 只要不申请保险理赔 离婚后他就能独自拥有这些财富 然而事与愿违 这天奥森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得知妻子秘密租了一个仓库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找到了那个地方 但看到的东西却让他大吃一惊 里面竟装满了家里被盗走的东西 那个小丑面具还是两人度蜜月时一起买的 他记得清清楚楚 男人心中五味杂陈 但并不确定妻子的真实用意 当天晚上 布里刚到家打开灯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些本已丢失的东西竟奇迹般的回来了 转头就看到丈夫拿着小丑面具坐在桌前 他瞬间就明白事情已经暴露了 那么再瞒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布里早就受够了每天对讨厌的男人笑脸相迎 本以为把一切都说开后 两人很快就能彻底结束 可惜布里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奥森不仅没打算搬出去 而且还决定要挽回他们的婚姻 他知道妻子不愿意 但有确信对方权衡了利弊关系后一定会同意的 由于布里当时用自己的名字租的仓库 所以一旦被保险公司起诉 他百分百会因为保险欺诈被逮捕 而男人完全可以说自己也被蒙在鼓里 这下女人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塔尔安慰他不要担心 事情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但谁也没想到 他竟找了一个混混去威胁奥森 听到这些话 不用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刚开始奥森以为是妻子顾的打手 但布里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此事 现在对男人来说 究竟是谁打的自己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决定留下来 布里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第二天就生气地找到了卡尔 他原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财产 可在这个道德败坏的男人怂恿下越陷越深 竟慢慢变得失去了自我 但卡尔早已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对于男人突然间的表白 女人有些错愕 他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于是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且现在就要解除两人的合作关系 谁知男人听后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一把抱住了他 在原始欲望的冲击下 男人当即就想发生点什么 只可惜他这次撩的不是头脑简单的小姑娘 布里很清楚对方在这张沙发上祸害了多少女人 他可不想就这样草草了事 于是两人约定等男人找好宾馆再联系 很快卡尔就在偏远的小地方订了一间房 虽然条件差点 但好在不会碰到熟人 男人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躺上床 可女人却局促不安地站在原地 不仅如此 这里的床单又破又久 而且还散发着工业漂白剂的味道 她是绝不会在这样的床上感到快乐的 接下来两人来到商场采购 没一会儿就选了一车的床上用品 卡尔有些不耐烦了 一个小时前自己还半裸着准备嗨皮 此刻却在无聊地挑床单 更糟心的是 好不容易选好和地毯颜色搭配的床品 女人竟还要去费时间去买花 她不禁怀疑对方根本不想和她在一起 男人真的是没有多少耐心 既然如此 那就好聚好散吧 但已经被撩过的女人会就此打住吗 看着丈夫与别的女孩跳舞 女人就气不打一出来 趁服务声转头的瞬间 她快速拿走餐车上的一壶油 接着打开瓶盖等待时机 很快两人就旋转到桌子旁边 女孩似乎摔断了鼻子 需要立刻去医院 然而谁也想不到 这个女人打翻醋坛子并不是因为丈夫 而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一个小时前 这对男女还在汽车旅馆里逍遥快活 卡尔提议周末一起去度假 可布里却认为他们的关系本就是相互消遣 远没有达到那么亲密的地步 为了保持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最好不要向对方提出任何无理的要求 男人听后似乎有些受伤 当即就离开了 谁知两人刚分开没多久就在宴会上再次相遇 最开始布里以为对方是在跟踪自己 直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出现 他才见识到这个男人撩妹的速度有多快 卡尔感到有些尴尬 拉着女友就要离开 却不想再次被叫住了 艾迪斯曾是奥森做牙医时的病人 是个很可爱的姑娘 既然都是熟人 四人决定拼桌 奥森本想邀请妻子去跳舞 但布里现在根本没心情 便怂恿丈夫和艾迪斯一起跳 两人离开后 布里开始斥责卡尔的三心二意 可男人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 布里不甘心 抬眼看到服务员正推着餐车过来 心中立刻有了一个主意 虽然做法有些卑鄙 但还是达到了想要的结果 只是 整个过程中 他似乎忽略了丈夫的感受 第二天一大早 奥森就坦白自己看穿了一切 地面上的油并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撒上的 从卡尔带着艾迪斯出现 他就看出妻子有些异常 想了一个晚上后 他终于明白妻子是吃错了 原因是看到他和别的女孩跳舞 也就是说对方还是在意自己的 那么他们的婚姻或许还有救 可怜的男人只不开心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顶正绿的发光 听到丈夫的这句话 布里突然意识到 他似乎真的对卡尔动心了 于是拿起电话主动与对方和好 在那之后 两人的秘密约会越来越频繁 女人总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临时开溜 同伴只认为他事情比较多 并没有怀疑什么 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 想当初他们第一次走进这家宾馆时 女人浑身都散发着抗拒 但一个月不到 他就对这个地方变得依依不舍起来 直到服务员要进屋打扫卫生 他们才准备离开 可刚走出门外 布里又折返回来 因为他的珍珠耳环不知落在什么地方 服务员好心地表示会帮忙找找 就在这时 女人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 他撒谎说自己正在逛超市 一会儿就回家 挂完电话后 服务员也找到了他的耳环 为了表示感谢 他想要再留下一些小费 但出乎意料的是 虽然没有任何难听的字眼 可对方的态度 还是让女人感到极不舒服 布里此生最在乎的 就是别人的看法 此刻被一个宾馆的清洁工看不起 更是感觉受到了侮辱 第二天 女人再次来到那家宾馆 她必须要和对方解释清楚 自己为什么偷情 但在陶勒斯看来 如果有一个真心爱自己的丈夫 每天等她回家 还愿意分担家务 她是绝不会离婚 更不会出轨的 难道戴着珍珠耳环偷情的人 就不是罪人吗 布里很生气 但对此她无可反驳 几天之后 她再次找到了陶勒斯 对方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布里觉得只有被丈夫背叛的女人 才会如此愤世嫉俗 然而 陶勒斯说她的丈夫是世上最好的男人 可惜她仍不满足 为了寻求快乐和刺激 她背地里又找了一个男朋友 两人过了一段逍遥快活的日子 可当一切都结束后 她不仅失去了男友 同时也失去了丈夫 布里听后有所触动 但她不相信自己也会重蹈覆辙 每个快乐的人都觉得自己会是最幸运的哪一个 却不知种什么因 结什么果 等事情真的发生时 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刚对情人产生爱意 就决定和对方分手 因为男人糟糕的餐桌礼 低劣的道德准则 还有游离的色眼 都让女人嫌弃到了极点 她绝不能让自己爱上这样的男人 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 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 这个时候男人应该会极力挽留 但对高手来说 出气不易才能反败为胜 那一刻 在甜言蜜语的冲击下 女人完全放弃了离开的想法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她再次警醒起来 那天 她本来高高兴兴地去朋友家做客 可意想不到的是 刚进乌苏山就发现了那枚胸针 还说那是前夫十年前送给她的 只不过后来丢了 而现在待在布里身上的正是那一枚 连背面的刻字都一模一样 此时 卡尔刚好来送女儿回家 于是一幕好戏正式开场 奥森问妻子从哪里得到的胸针 女人随口编了一个古董店的地址 就打发了 既然这个东西来得蹊跷 布里决定让她物归原主 而对于那个道德败坏的男人 她这次绝不会再心软了 于是第二天就找对方分手 在卡尔看来 她本就是在拿回自己的东西 只不过偷的东西太多 忘记了那枚胸针是苏山的 可谁又是完美的呢 要知道此刻正义愤填膺责怪她的女人 还不是为了财产亲自盗窃了自己的家 好在女人现在是清醒的 无论对方如何狡辩 都坚持要结束这段感情 然而谁也想不到 卡尔接下来做了一个怎样疯狂的决定 对于突如其来的求婚 女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还是下意识地拒绝 不过男人也不在乎 多年的经验告诉她只要够诚心 什么人都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女人想说些什么 可对方根本不给机会 只让她回去好好考虑 布里不是不安适适的小姑娘 她清楚自己内心深处 并不想结束这段感情 不过现在需要找一个理由 让她接受那个男人 于是表面上去给朋友送吃的 实则想打听卡尔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以前苏山每次提起前夫 总是离不开外遇或者谎言这些字眼 但要说起优点也还是有一些的 然而她现在已经找到了真爱 这个凶真对她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是朋友花钱买的 那么就应该物归原主 第二天 布里来到卡尔的办公室 宣布了几件事 她没有打算拒绝求婚 但是接下来 卡尔需要全心全意帮她离婚 第二 她要男人保证 真的会有所改变 否则一切免谈 第三 为了头脑清醒地看清楚对方 他们必须轻心寡欲地相处一个月 卡尔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但这样的女人却让她更加找你 三个人的感情 必定会有一个人受伤 奥森自始至终都不想离婚 那晚在宴会上看到布里 把那枚胸针给了苏山后 便想重新买一个送给妻子 此时 男人已经到了楼下 看着桌上放着的两个酒杯 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想 他悄悄走进门口 然后猛地打开房门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安吉有些疑惑 但一转头就在屋檐上 看到了个赤身裸体的人 一时之间场面好不尴尬 而奥森虽然没有发现 其他男人的身影 可楼下的桌子上 明明放着两个有酒的杯子 他还是不相信 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家 对此布里不知道该如何搅面 就在这时 安吉端着酒杯走了上来 接下来 两个女人一唱一和 彻底打消了男人的怀疑 奥森离开后 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一个去关门 一个把衣服抱给窗外的汉子 原本 安吉并不想管别人家的破事 那天他本来是去找布里的 可只有奥森一个人在家 男人看起来很伤心 因为他觉得妻子似乎在外面有人了 但这个周末他要去打高尔夫 所以希望对方能帮忙留意一下妻子 安吉不想趟这趟浑水 当吉就拒绝了 关键是 他不相信那么淑女的一个人会做偷摸的事情 于是第二天就把这件事转述给本人 布里德之后有些惊慌 出门就给情人打电话商量对策 殊不知这一幕刚好被屋里的安吉看见 那天晚上 当卡尔来找布里的时候 安吉就站在不远的地方 而男人之所以赶在这种时候冒险 是因为他想到了一个让女人顺利离婚的办法 他们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奥森的育友来和他见面 然后偷偷拍下他们的照片 这样一来 如果对方还是不同意离婚 那假释官就会收到那些照片 之后奥森就会再次被送进监狱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计划 为此 布里打算奖励一个香文给对方 但卡尔并不满足 要知道这可是他们认识以来 女人的丈夫第一次不在家 如果不好好利用就太可惜了 于是两人来到楼上准备嗨皮 却不知窗外还站着一个看戏的人 安吉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幕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 然而就在这时 楼下的停车位开进了一辆车 当看清楚是奥森时 他立刻掏出手机给布里打电话 情况危急 可对方竟然不接 他不放弃继续打 好在这次终于接通了 等把两个男人都打发走后 安吉则问布里为什么这么做 要不就离婚 要不就和情人私奔 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要搞得如此复杂呢 但对布里来说 带给他从未有过的激情 而丈夫威胁他就是不离婚 手段狡猾又老练 几天前新出了一部歌剧《蝴蝶夫人》 布里看完后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可反观和他一起观看的卡尔 不仅一点感觉都没有 反而不分场合的动手动脚 然而当他到家时 发现丈夫正一个人在听蝴蝶夫人 奥森把录音机的声音打开 两人一起陶醉在动人的歌声里 其实这种时候 无论他怎么选 结果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只是当局者民 等悲剧发生时一切都晚了 为了尽快离婚 布里私下找到了奥森坐牢时的御友 并希望对方能去安慰一下失忆的丈夫 拉木不想坏了规矩 如果被发现跟同窗见面 他们就会再次被送进监狱 但女人早有准备 对于一个生活拮据的惯犯来说 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金钱更有诱惑力 第二天 布里就在家里再次见到了那个男人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之后 他就把离婚协议拿到丈夫面前 这次由布的对方同不同意 手中的那些照片就是他的王牌 奥森没想到妻子为了离婚 竟然下了那么大一步棋 但事实上完全没这个必要 当初他威胁要把对方送进监狱完全是气话 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早餐过后他就会收拾东西离开 强扭的瓜不甜 好聚好散才是最体面的结局 如愿以偿后 布里就迫不及待把这个消息告诉秦王 并和对方相约晚上在宾馆见面 却不想这番话刚好被丈夫听到 其实奥森很久之前就察觉到妻子在外面有人 因此并没有多惊讶 只是希望对方能在他离开后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毕竟谁也不想成为大家的笑笔 布里知道这一切对奥森来说太过残忍 当即就保证在两人彻底离婚前 不会把他们的事情公之于众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卡尔竟然擅自制定了一个大计划 夫妇俩共同经营着这家公司 对于妻子无时无刻的抱怨 杰夫凡不胜凡 而把一切看在眼里的卡尔作为专业的离婚律师 立刻递上自己的名片 圣诞节当天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参加圣大的节日派对 卡尔并不住在这个街道上 他来只是想告诉女友自己为他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在得知今天实在不是个好时机后 他立刻打电话取消安排 可已经来不及了 此刻即便行驶在空中 妻子仍在喋喋不休地抱怨 杰夫受不了了 直接拿出一张律师名片说要离婚 谁知女人听后更加愤怒 当即就和丈夫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 男人突然感到喘不上气 紧接着胸部传来一阵巨痛 没一会儿就晕了过去 这下女人开始慌张起来 她呼叫地面寻求帮忙 对方要她松开尾部的横幅 然后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降落 可糟糕的是 下面全是居民区 根本没有合适的着陆点 没办法 她只能先稳住飞机 与此同时 布里得知了空中求婚横幅的事情 一旦被大家看到 奥森就太可怜了 这将是多大的羞辱啊 她必须立刻坦白所有的事情 好让对方做好心理准备 但卡尔觉得或是自己闯的 便决定亲自去说明白 却不想没说几句两人就打了起来 布里想要劝架可根本安不住 就在三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天空中似乎有一架飞机越飞越低 失控的飞机朝着人群聚集的方向冲去 不仅夺走了情人的性命 还导致丈夫下半辈子都要在轮椅上渡过 这可能就是因果报应吧 为了让良心过得去 她决定接受神父的建议 把残疾丈夫接回家好好照顾 然而男人并不想跟她回家 对奥森来说 她宁愿被一只猴子照顾 也不愿接受妻子的好意 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恼怒对方红杏出墙 不接受女人的可怜 这是她最后一丝尊严 布里知道男人无处可去 于是请人在家门前装好方便轮椅出入的蟹坡 可当她给病房打电话时 却得知丈夫已经出院了 这就奇怪了 一个残疾人能去哪里呢 就在这时 不远处响起一阵敲击声 看到邻居家门前也在装蟹坡 她立刻就猜到了丈夫的去向 果然 奥森打算租下凯伦家的一楼作为新住所 老两口本来也没什么收入 自然很乐意做这个生意 至于房租 男人用离婚后分得的财产就能支付 不过 布里可不会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老太太是个聪明人 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得好 这下奥森没了后援 对妻子的任何行为都无力反抗 但她绝不会就此罢休 尤其是从神父口中得知 女人这么做只是在做慈善 这样她死后才能上天堂 一想到妻子如此在意死后的去向 便决定给对方一个机会 她说自己盘子里汤似乎凉了 于是女人贴心地用自己的热汤和她交换 紧接着她又想喝酒了 而且饭后甜点想吃妻子最拿手的焦糖布丁 另外家里的香草豆也没了 需要有人去商店购买 布里察觉到丈夫是在故意刁难 但她只能不动声色地咽下这份委屈 接下来的时间 奥森表现得更加颓废 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 而且已经几周没有洗澡了 同时对妻子精心准备的早餐 她总能挑出一些毛病 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为了让自己得到应有的尊重 女人故意把食物放在高处的架子上 谁知男人却利用此事诬陷她虐待残疾人 为了让丈夫身上的臭味散发出去 布里特意打开房门通风透气 对于男人的侮辱 女人没有反驳 而是放下花篮 去橱柜拿了一样东西 接着就把丈夫推到了外面 等把轮椅固定好后 立刻从身后拿出洗洁精 毫不客气地洒满男人全身 奥森并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直到看见妻子拿水管对准自己 他才明白过来 随着冰冷的水浇变全身 男人狼狈到了极点 但女人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一个请字很简单 可却是奥森最后的尊严 布里已经疯了 想起丈夫这段时间的各种刁难 恨不得把所有的委屈都在此刻发泄出来 所有以前能自己做的事情 现在都要请别人帮助 这就是男人现在的生活 布里没想到会这样 看来丈夫受到的伤害 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 这让他更加愧疚 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要 做过的错事终究是无法挽回 不过在这件事之后 男人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脸上甚至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但是布里却开始担心起来 要知道在此之前 丈夫的情绪极不稳定 不是瞬间哭泣 就是极度抑郁 可这几天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女人预感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 果然 他一进家门就发现丈夫 正和几位邻居谈论着什么 一问之下才知道 奥森打算把自己的东西 送给需要的人 包括最喜欢的耳机 布里对这帮打秋风的男人很不满 看女主人的态度 几人意识到夫妻俩 并没有提前商量好 只好赶紧撤离 奥森说那些东西留着或者送人 最终都无关紧要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 答案马上就会揭晓 这天 布里像往常一样在家中摆上鲜花 却无意间看到丈夫的电脑开着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想偷偷看一眼 可这一看却让他大吃一惊 那竟是丈夫七草的自杀遗书 奥森说自己已经想通了 他这辈子曾经拥有过美好的东西 这就足够了 能自己决定如何退出人生舞台 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布里绝不会同意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丈夫自杀 有时不得不外出的时候 就请邻居帮忙看着点 谁知对方竟然睡着了 不过 老人觉得自己并没有失职 因为他在轮椅里插了一把条种 这样一来 对方就是想自杀也无能为力 只是一直这么防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布里请了两个同样残疾的人来开导丈夫 奥森明白女人的用心 但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心灵鸡汤 而是被爱 他很清楚妻子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因为愧疚 既然如此 离开人是似乎成了男人唯一的选择 看着水中的倒影 他推动轮椅朝池塘边走去 幸好在最后一刻 布里及时感到并阻止了他 谁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曾经相爱过 但能否再次相爱 谁也不知道 永远不要轻视自己的生命 只要活着 未来就有无限可能 只因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 女人就忍不住蠢蠢欲动 先是招摇地扔掉刚刚解下的丝巾 接着又脱掉外套 同样随手一丢 对于妻子奇怪的行为 男人很是不解 而女人也不做任何解释 自顾自地继续表演 只见他爬上丈夫的大腿 然后开始抖动肩膀 在轮椅上跳步进行 他又退到地板上打起了花手 男人越看越猛逼 可女人却越跳越嗨皮 接着 他转过身又要开始脱衣服 却不想脱到一半竟然卡住了 丈夫想要帮忙 可他却说自己能够搞定 于是边脱边扭动身体 像极了一个行动僵硬的木偶 奥森实在看不下去了 便推动轮椅打算上前搭把手 谁知竟然不小心撵到了妻子的脚趾头 不理吃痛大叫一声 接着就扑通一下摔倒在地 男人见状赶紧关掉音乐 而表演终于随之结束 直到这时 奥森才意识到女人刚才竟是在诱惑自己 可自从双腿残疾后 他以为妻子不会想和他过于亲密 却不知对方也是同样的想法 在话都说开之后 奥森拍了拍自己的双腿 示意妻子坐上来 此刻 耳边萦绕着美妙动听的乐曲 怀中抱着温柔贤惠的妻子 他感觉幸福极了 而对布里来说 这样的结果也是最好的 可他绝不会想到 不久之后这一切都会离他而去 包括引以为傲的事业 最开始 布里只是对店里的一个员工不满 泰德虽然长得不错 但是脑子却不太好使 店里明明只需要十盆花 他却订购了足足一百盆 如果不是安德鲁说情 这个男孩早就被开除了 如何处理剩下的九十盆花成了一个难题 就在布里为此发愁的时候 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男人叫山姆 是来应聘的 虽然他自我介绍的履历非常优秀 而且对工资要求不高 但公司现在并不需要新员工 最终还是被拒绝了 山姆表示很遗憾 但在离开前 他提了一个小小的意见 布里想了一秒钟 这确实是个很棒的主意 对于顾新人加入公司这件事 安德鲁非常反对 他试图说服母亲放弃这个想法 可刚进工作室 就看到山姆正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这个男人很勤奋 而且他也发现了泰德的不称职 从公司的角度出发 这样的员工必须要开除 但安德鲁坚决反对 非要说对方还是个孩子 他的这般维护法让山姆怀疑起来 本来是试探性的疑问 却没想到安德鲁并没有否认 看来却有此事 布里不敢相信儿子竟然劈腿了 这样的行为是令人不耻的 但他忘了自己前不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说到底母子俩都是一个德行 谁也别鄙视谁 虽然布里没资格批评儿子 但泰德这个员工他炒定了 只是这样一来 本来就存在诸多问题的母子间再次有了嫌隙 相反的 山姆的表现就让布里感到舒心许多 这个小伙子不仅勤奋能干 还聪明过人 一下就看出了公司的问题所在 他说安德鲁是个不错的人 但公司要想发展壮大 就必须要斩断裙带关系 不能任由他成为一个家族企业 说完后表示会主动加班处理完所有事情 对此 布里感到很欣慰 却不知自己这么做 其实是在隐王入室 布里对这个员工非常满意 没多久就想提升他为副经理 可这个决定引起了安德鲁的强烈不满 要知道他不仅是公司元老级别的副经理 而且是老板的亲儿子 母亲怎么能让一个刚来的新人 与自己平起平坐呢 可布里心意已决 在正式宣布山姆升职的那天 安德鲁也来了 但他可不是来道贺的 相反的 喝了点小酒之后心中的火气更大了 山姆想要让他离开 却没想到被猛地推翻在这里 布里觉得故意不去 随后就带着一篮松饼来到山姆的住所 邻居说他家里没人 但是门没锁可以直接进 本来女人只是想把吃的放下就走 可此刻竟在墙上发现了丈夫年轻时的照片 正当他疑惑之际 房子的主人回来了 女人一时间无法接受 只想快点逃离 从男孩的年龄推算 事情应该发生在他和丈夫相恋之前 只是前夫已去世多年 现如今他的私生子主动来自己公司工作 是否有什么企图呢 他有很多疑问想要知道答案 于是决定给对方一次解释的机会 山姆说母亲和父亲一夜情之后怀孕 等父亲得知此事时 已经爱上了年轻时的布里 他表示会给他们母子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可是母亲却非常有骨气地拒绝了 六个月前母亲去世 他这才打算来找其余的家人 对于这么懂事又让人心疼的孩子 女人心中不禁泛起母爱 温柔地给了对方一个拥抱 却不知这一幕恰好被他的亲儿子看到 因此当第二天得知自己多了一个哥哥时 安德鲁并没有表现得很震惊 布里说一大早就通知了女儿 等丹尼尔明天飞过来后 就要举办一场全家宴 他的这般急切让奥森感到有些不妥 要说让两个孩子和新任的哥哥培养感情 这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他们有血缘关系 可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会如此兴奋 从根本上来说 这个男孩与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女人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家宴上 布里再次对山姆赞不绝口 这个男孩不仅有MBA的学位 而且上大学期间打两份工来照顾母亲 这大概是每个母亲做梦都想要的孩子吧 就连丹尼尔也更喜欢现在的这个哥哥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山姆都利亚安德鲁 布里说前夫喜欢音乐 在得知山姆会弹吉他后 直接取出雷克斯生前最喜欢的那一把 让他现场表演 男孩弹得很好 布里一高兴就要把吉他送给他 但这再次引起了安德鲁的不满 他嘴硬说自己也学过 可从母亲手里接过吉他后 只费劲地凑出了几个音符 这么看来 谁更应该得到那把吉他是显而易见的 在那之后 布里对山姆更好了 从男孩的身上 他似乎能看到前夫的影子 而他的这些行为被奥森看在眼里 一切都太完美了 他觉得这个男孩的心思 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于是提醒安德鲁应该查查对方的背景 或许会有所收获 果然 经过一番调查后 安德鲁发现山姆说谎了 他并没有拿到MBA的学位 可当这个谎言被拆穿后 对方并没有慌张 而是淡定地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个说法让说谎的人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大孝子 连安德鲁都无言反驳 更别说不理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山姆在查账时发现了一些问题 客户明明支付了五箱的福特加钱 可实际收到的酒只有四箱 而安德鲁上周刚举行过一场派对 现场恰好就有很多的福特加 对于自己的中饱私囊 男孩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关键是他认为这件事一定是山姆告的状 而母亲似乎是被那个男的操纵了 才会处处找他的茶 既然如此 再继续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布里只顾转身离开 根本没有看到二楼的男孩露出得意的微笑 然而 就在山姆以为得偿所愿时 却从布里口中得知安德鲁可能还会回来 毕竟他们可是亲母子 男孩当时没有再多说什么 大厨只是尝了一口刚做的猪排 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原本上面撒的应该是学历酒 可不知什么时候竟被人换成了醋 他让服务员赶紧把已经上桌的菜品端回来 现在并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 因为顾客不愿意退回食物 而且一分钟之后就要开始纠餐 这段饭直接关系到女人的第二本书能否出版 他绝不能让自己的事业毁于一半 该怎么办呢 突然间 他注意到了屋顶上的消防喷头 在低头看看员工手中拿的火枪 顿时有了一个主意 此时的餐厅里 顾客拿起刀叉就要享用美味的猪排 然而就在这时 到家之后 虽然丈夫贴心地为他做了热可可 可女人还是一脸愁容 她不敢相信儿子竟想要毁掉她的事业 而作为旁观者的奥森并不认同妻子的想法 她认为安德鲁没有那么深的心思 而且也没有时间换掉锁在酒柜里的酒 总的来说那个参与了整件事情的副经理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可惜布里并不相信丈夫的分析 可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让他第一次对珊姆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 原本两人一起去超市采购食材 突然珊姆看到了一个售货员 他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接着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后就离开了 布里看他走得匆忙便追了上去 谁知恰好看到对方在和刚才的营业员争吵 两个人似乎认识 可奇怪的是 男孩在看到布里过来后 立马和那个女人分开 而且装作和对方不认识的样子 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哪里 布里当时没有深究 只是记住了那个女人的样子 第二天 他再次找到了那名营业员 本是想弄清楚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却不想眼前的女人竟是珊姆的亲生母亲 要知道男孩之前几次提到 他的母亲在六个月前就去世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而女人也没想隐瞒什么 毕竟两人曾伺候过同一个男人 当年雷克斯和布里结婚后开了一家诊所 似乎挣了不少的钱 他便给一夜情之后怀孕的女人写了一封信 想要全权抚养孩子 可那个女人却不愿意接受施舍 当时就很有骨气地拒绝了 六个月前 珊姆无意中看到了那封信 自己本可以住在大房子里 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可却和母亲过了二十多年苦逼的日子 这让她暴跳如雷 之后就对外宣称母亲死了 同时想方设法加入了布里的公司 至于她到底想干什么 谁也不知道 回到工作室之后 布里就像男孩坦白自己知道了一切 此时 珊姆也不想再装了 Candrew got by trailer and do my homework she would let me live the life that I was entitled to 好